現在錄資的遊戲公司不能夠進入台灣市場 但是我想在網路前面的 在電視前面的人 或在電視屏幕前面的任何人 你透過的管道你看看我的嘴型 那根本就是放 如果按照法律來看 它肯定不合法 但是抓不到 抓不到 我找個人頭 找個任何的方式 就可以規避到這所有的問題了 你可以把那個電玩展的 南港的平面圖拉開 猜測看哪些公司 背後是有問題的 我還是很納悶 為什麼人家合法的好好想要進來 就以個商業行為來說 他們可以來台灣開公司 願意繳稅給你台灣的政府 你要把它鋸於門外 難道 在家族 地球 在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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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to la, let's go away Day to la, day to la, let's go away Day to la And they're on the way, yes we're on the way And it's a beautiful day here at Daytona Day to la You're falling away behind, trying to make our home through there You're right over the track now baby, it's season to go There's a crash coming out of turn three you'll never watch yourself Hey, are you all right? Somebody coming up behind you You're running out with the Titans baby Coming down to the finish line Rain driving again Ooh Days all up, let's go on in Days all up Days all up, let's go on in Days all up Days all up, let's go 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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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burning, you're burning up the fire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to the finish line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to the finish line Dei Zola, let's go on in Dei Zola Dei Zola, let's go on in Dei Zola Yeah, this is your crew chief The course is really tough But it's a beautiful place, so Good love, Dei Zola 歡迎收聽《愛玩聽看聽》第20集節目的播出 20年華也是一個成年禮的季節 希望接下來《愛玩聽看聽》繼續跟大家一起走下去 講出各式各樣大家想聽的業界秘心 好,在今天節目一開始收聽到音樂非常熱血 這是Daytona USA這款賽車遊戲 當年從這個大型的電玩一直紅到家機 而且和當時另外一款叫SEGA Rally的賽車 一個越野一個房車賽道 都是當年的經典 尤其他們的音樂很多有結合上這些歐美搖滾遊戲的音樂風格 也讓大家覺得他們的原生音樂是非常非常的正點 我覺得重新再聽其他的感覺 依然可以回到當年年少的時候 坐在賽事上面一起驰骰上面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Fashion 非常非常的快速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太郎講的這個台灣的遊戲產業 到底行不行這個主題 引起大家熱烈的迴響 有很多的網友朋友們在上面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像有的人就表達這個李正南說 像電玩產業這個經營的坑真的是太深 對於我們的玩家來說 只要是好的遊戲品質跟內容就會支持 了解玩家的喜好跟期望是最基本的 就像FF7的重製版一樣 就算是過了二十幾年 也一樣讓老玩家回味 然後新玩家也能夠感受當年的神作 這個FF7應該算是在去年的發行的時候 最受到玩家們的矚目 我覺得也是去年重製版當中 應該是直接算排名第一 而不是之一 它的這種讓大家的氛圍跟感動 所以只要好的遊戲 大家就會支持 像這個神業那樣講到說 明明台灣像是Google Play 或像這個iOS的排行榜都在很前面 但是這個養的營收 卻養不大自己國內的遊戲業 為什麼呢 這個排名營收很高 但你要看看錢有沒有收到 很多日韓遊戲大廠 它在海外職業社的帳戶 錢就收走了 那很多中國遊戲公司 找些台灣公司來一下 異業合作 我講很直接 異業合作 是不是真的代理 叫這個工業局去查查合約就知道了 這種合作方式呢 錢一樣都會到國外去的 那大部分錢都不見了 那請問一下 台灣的遊戲產業當然 只能 勉強幫人家代工了 對不對 所以很辛苦啦 所以還有這種 要好好支持的產業 應該支持一下 再幫忙工商廣告一下 最近發行的三國群星傳 第八的最新的版本 我真的覺得做得非常棒 尤其它那個金裝限定版 做得非常好 這個除了遊戲公司的董事長 送給我一套之外 我自己還是再去買一套 我覺得最好的行動 就是花錢去支持 我們好的本土遊戲公司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一下 工商服務一下 那當然了 這個還有很多說 有些玩家好不容易在國外大賽 得到不錯的名次 那歸國之後政府過來握握手拍拍照 後面就沒什麼後續了 所以我上次有提到電競這個事情 其實台灣的電競環境 相較國外 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能夠在政府的支持下 能夠做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就是今天咱們節目當中 要談的一些主題啦 所以經由這個回答的開場 我們來聊聊看 在電玩展代表是一個電玩產業 集合起來一個像年度拜拜式 也算是一種展示 也算是一種跟大家的 交流的方式的呈現 不過 我覺得要講幾句話 因為太郎同時也從以前 身為一個玩家 到後來呢 身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到後來身為業者 現在繞了一圈斜幹回來呢 又變成了一個網路新媒體的 算不算網紅啊 可以齁 竟然不算網紅 網老總可以吧對不對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以太郎的年紀 當網老應該是還可以 再久一點就往生了 開玩笑 所以呢 就是現在這個社會啊 其實我們覺得 從玩家的角度 我常常覺得 有的時候 連遊戲這個產業喔 它不能算是 跟政治很大的關係 但是我都覺得它變得很政治化了 太郎講個比較務實的一點 現在非常非常多的遊戲公司 其實都會跟中國的遊戲公司合作 最近一個禮拜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太郎跟這個好朋友 他們家聚會 聚會的時候呢 看到他們的小朋友呢 正在玩這個平板電腦 玩這個植物大戰殭屍 那玩這個植物大戰殭屍 太郎講的泛中國意思 不管它原生是誰 很多公司它到最後 都會有中國投資 收購各方面的影子 所以 你如果以公司資本捷過來說 很多公司 表面上是外貨公司 背後裡面可能都已經算是中國公司了 我剛剛說這其實背後呢 它也是中國公司開發 結果沒想到那小朋友 突然把那個平板放下來 把平板就關了 我說你不玩了嗎 他就用手握起的拳頭說 聽到中國 我拳頭都硬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中國的東西 我就不想玩 最近那個肺炎的事 我說不可以這樣講 一馬歸一馬 我必須要講句實話 我都很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他們看的那個課本 都變成了政治上的工具 有的東西我覺得 歷史就叫歷史 就像國民黨當年打敗了 退到台灣來 我們就講清楚這是打敗了 就退到台灣來 因為太郎的副職輩呢 他們長官也是從 大陸退過來的 不管打贏打敗 我們現在生活當下在台灣 我們都認為我們在台灣 過的這樣的日子 已經很愉快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不要把那麼多事情 都犯政治化 有些呢 當權者在執政的時候 他們所想要 把人民的這個腦袋 洗腦的一些事件 我真心覺得 人民現在也越來越聰明了 就像我們現在在做遊戲產業 你想要透過一些手段 透過一些你想要達到的宣傳方式 叫消費者把錢從口袋 掏出來 現在沒有那麼呆了 第一個選擇多了 資訊多元了 網路現在 飛得亂天八糟的一些新聞 都可以判斷了 我還是希望呢 在操作上 能夠讓專業回歸專業 讓產業回歸產業 讓政府去做好 政府該做的工作 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從上次這個事件 我就發現到說 哇 連我們認為這種 最peace的遊戲行業 都開始有點慢慢政治化了 就像好比來說啦 就是我們以台灣政府 來針對產業的福祉來說 其實有一些我個人 真的覺得比較怪的現象 我們先講內憂跟外患好了 要講哪一個比較好呢 我們講講外患好了 從外面來說 現在海外各個公司 之前包含像跟工會 跟政府這些組織 在做交流的時候 他們一直有個問題 像現在錄資的遊戲公司 不能夠進入台灣市場 但是我想在網路前面的 在電視前面的人 或在電視屏幕前面的任何人 你透過的管道 你看看我的嘴型 那根本就是放 那個字我不好講 那個請到後製 我幫我配個煙 那個煙就代表 某個人體器官放出來的味道 為什麼呢 我相信很多政府 或是辦政府組織的官員們 你們看到某些遊戲公司的產品 某些廣告行銷公司的廣告 你敢說你摸著你的良心 你應該可以摸著自己說 這個公司 它的營業狀態跟情況 如果按照法律來看 它肯定不合法 但是抓不到 抓不到 因為它的政策 規格 各方面的setting 都是法定上的條件 我常常說 很多事情 科技跟產業發展的進步 法令都追不上 只能望其項背 賣照賣照 但是呢 就是追不上 在規範不了的狀況之下 因為你不把它合理化 就像前一陣子 我也想講一件事 講的可能要被罵 愛奇藝不是被台灣趕出去的嗎 我那天看到的電視新聞 我們的政府官員 在那個電視上講的一些情況 反映了一些玩家的一些爭議 那個回答答案 太陽簡直是 瞠目結舌 愛奇藝 它委託了台灣一個OTT娛樂 在台灣進行這個影音服務 後來被他檢舉 愛奇藝等於是間接變相的落地指引 是度資企業精英影音服務 這是不合法的 好的 你不合法 政府有一個政策 我也同意 就把他趕出去叫他注銷 所以OTT娛樂 不能再代理愛奇藝了 可是很多廣大的群眾 已經付了費了 成為會員了 他才不管你什麼政府的政策 就變成單一的消費爭議事件 我已經付錢了 我要怎樣 付了錢就要享受服務 有的人不想退費 有的人還想享受他服務 所以愛奇藝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合作終止 就沒有在台灣形勢上的合作 既然沒有形勢上合作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不用繳稅 好 政府厲害 第一個制定政策之後 什麼制定今天 這個欺傷權 欺傷權是傷了人家 也傷了自己 第一個 你把人家急傷了 然後你自己的稅不用收了 好 政策為主 我們東西看錢不是看那麼重 因為原則最重要 鼓鼓掌 原則很重要 結果第一個 稅也不用收了 第二個 你的原則有沒有把持住 為什麼 它就把這個伺服器 直接放到了香港 放到海外去 網路是無國界的 它一樣可以繼續收費 你如果說今天吃了悶虧 你不講也沒有關係 更好笑的是 那天晚上記者會 當有機會 還有一些用戶提出一些爭議的時候 我們政府官員 就在電視上回覆說 大家沒有權利受損 因為在我們把台灣服務終止之後 因為網路是無國 大家還是可以連結到 他們接下來更換的海外伺服器 一樣可以繼續享受 它相關的營運服務 我聽了我驚呆了 這個如果沒有人家特別告訴我 這是政府官員的話 我還以為政府幫他做免費行銷 你就不想讓他進來了 你還公開宣傳說 沒有了沒關係不要罵我 你們只要透過這個方式 一樣可以付費 一樣可以貪營服務 完全不用受影響 很妙的方式 你既沒有達到當初 你要阻止他的目的 你還幫他做了免費宣傳 更重要的是 現在連稅都不用收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基本上覺得 有些法律的情況跟結局 到底是不是最好 我覺得那不知道 就像現在日韓公司 它可以進來台灣開分公司 甚至它可以不開公司 在台灣直接進行廣告投放 在網路上就把帳戶上 所有的費用就通收走了 那收走的時候 你可能說我現在 現在電了一些法律 叫Google iOS 還是要扣那幾%稅等等 但是我講一實話 政府你可以真的去看一看 實際的情況 而且我相信就在你看了 依照法源依據 你也找不了任何的麻煩 你現在唯一可以找的麻煩 就是中國公司 因為品照兩岸的一些關係條例 錄資或錄資有些 關聯性的公司 不能用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 在台灣直接落地 作為遊戲營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雖然這樣訂定 按照太郎剛剛講的方式 我找個人頭 找個任何的方式 就可以規避掉這所有的問題了 下次我們來辦個活動 反正我該被罵就罵到底了 請大家可以在這個節目之後 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在Apple Pocket 都可以留言 我們來猜猜看 當然太郎不能回答你的答案 我可以用有趣的方式 回答你的答案 你可以把那個電玩展的 南港的平面圖拉開 猜猜看哪些公司 背後是有問題的 當然太郎不能回答你 因為回答你會得罪 我只是要讓大家 用判讀的能力 如果大家都可以很輕而易舉的 猜得到的話 那我就要講 那就不知道 政府關於在想什麼了 但是居然政府關於想得到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很納悶 為什麼人家合法的 好好想要進來 就以個商業行為來說 他們可以來台灣開公司 願意繳稅給你台灣的政府 你要把它拒於門外 難道這有國安問題嗎 現在連台灣的銀行 在之前的法定規範上 都有一定小的比例 都可以讓入資的銀行入竹 對不對 那現在反而是在 遊戲這個產業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高級的國安機密 就一定要這麼麻煩 那如果這樣講 兩岸在各個產業上 很多事情都可以不用交流 所以我一直說 政治跟商業 是應該分開的 就好比現在 中美貿易戰來講 可能大家說 中美貿易戰打成那個樣子 去年應該很慘 但是據消息 跟媒體上的報導 去年2020年 好像是史上 美國企業投資中國 那個金額最大的一年 這是不是很好笑的一個結局 這個中美貿易戰 照理說去年兩岸很慘 但是在民間的企業 對中國的投資 卻是好像史上 很大很大量的一年 所以我常常講 政府它應該分辨 就是政治上有政治的立場 有政治的之間的一步往來 但是產業有產業之間的交流 就好比我之前聽到一個論點說 好 我們為什麼要跟中國 是現在這種遊戲開放的環境 是因為中國也不允許我們台灣 這樣過去開放 好 我來講個白話文 中國今天居然是把中國市場 全部打開了 公平 台灣遊戲公司 可以隨時進去開公司 直接去經營 我剛剛講一個很直接的 就是以營業規模來說 第一個台灣的資金量 動量就不足 他們連砸個行銷費 丟個兩千三千萬人民幣 做一個月行銷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我們今天居然是去那邊開個公司 開公司簡單 活下去很難 開了之後呢 發現你在中國那麼多平台要推廣 因為中國有太多的Google Play 因為中國沒有Google 所以變得有很多的安卓分發平台 那這麼多平台 他們分成分得非常高 在這種情況下 你既然去中國開個公司 你考量到機會成本 平台成本 行銷成本 我覺得最後會讓企業不去的原因 是因為這整體的成本太高 去的話呢 跟當地又無法融入 可能要活下去也非常的難 所以這是一個市場機制的商業問題 我相信就算全開放了 真的願意過去中國的公司 一定也是屈指可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把持這個情況 兩岸原則不開放 如果中國大公司 願意來台灣設公司 設遊戲公司 願意在台灣合法的納稅 繳營收的話 我覺得那不是很棒的 另外一個收入嗎 可能很多聽眾朋友們不認同 但是我認為 只要是合乎於法律 正常的生意往來跟交流 這個沒有什麼出賣不出賣 這跟漢奸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請大家理智性來看待這個問題 否則要跟上次的節目一樣 又開始很多人要來論戰說 你又賣台 又這樣 我真心覺得 那你真的是想到這樣的話 你這個人生也太複雜了 我現在談的就是很單純的商業問題 這個商業問題是由商業機制來決定 不是由你政府政策來決定 因為現在的政府政策 永遠跟不上商業發展的快速的度度 我們應該看到很多的產業 它會要達到這個商業機會 在合法的精神之下 因為可能法律沒有辦法真的合法 但在程序上 它基本上在合法的範圍之下 他們還是能夠找到出路 對不對 侏羅紀公園這個電影講過 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 連恐龍他都會找到出路了 人找不到出路 對不對 所以我想在這個事情上 太狼要表達一場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希望在政府的相關的一些 對外的政策上面 其實不要太奇怪 那我相信接下來 太狼跟大家分享的 除了這個對外的政策之下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在想到是對內的一些政策上 就是對於產業的扶植上面 太狼其實以前所在的公司 有親身受害的例子 當時這個案例全台灣就這麼一例 所以我們下一段回來之後 太狼想要針對一些 過去從政府組織 市政府到可能工會組織 這方面一些事情 尤其太狼是身為一個 經營者的受害者 行為上面我應該講有疑義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處罰方式是不當 所以我也想要申訴一下 同時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太狼在身為一個 跟韓國在媒體產業上合作的代表 在台灣參與過一些 政府組織的聚會跟參會的時候 發生了一點點的趣事 我先講不要又跟我說 你又是一個死高麗棒子 我最近這種講完之後我就覺得 講到中國你就要說舔共 講到說韓國人你又說你是高麗棒子 講到日本的話你又說是漢奸 我奇怪我兼具多種身分 所以我就想 反正我就喜歡講我想要講的真話 聽不聽在你 那如果你聽了之後你有不舒服的感覺 我們可以合理的理性來論述 但希望說你有所本 而不是為了一些意識形態來講 我跟你講我們可不可以講明 凡是發言內容完全沒有提到重點 如果你今天只是講一些風涼話 或是完全無所本的話 我們就一律三文 不錯吧 但是如果你是理性的探討 立場可以很尖銳 沒有問題 比如說你可以針對事情上 表達出非常強烈尖銳的討論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理性的來溝通 但是我剛剛講 凡事不營養 沒有目的 沒有主題 純粹謾罵這種文 我們一律三文 因為我們今天希望這個節目 所呈現給大家的內容 就是可以一個開放交流的原地 太郎曾經跟我們的小編講 我希望愛玩聽乾淨這個節目 最後就像當年那個政論節目 2100全民開獎一樣 有話直說 甚至在以後覺得大家都還能夠 心臟承受狀況下 就打算開直播開call in 收不回去也沒有關係 就在好好的大家來交流一下 這個太郎很會跟人家講道理 上次我在節目中講過 太郎打過100多庭的法律官司 連法官都說 你怎麼不考慮同政 我後來曾經有一度念說 對 從政好像也不錯 後來想不對 爸媽告訴我 從政很多都是有問題的狀況 我不是講全部 他說很多從政人都有不同的目的 那當然也有從政人很好的 但是爸爸媽媽說 再怎麼樣 你去從政就打斷你的雙腳 所以既然他有這麼大的堅持 那我還是默默當個產業人好了 有些東西不方便講 但是我是覺得 深夜問題多 平安回家還是比較好 年紀大了就還是要安全一點 因為太郎最近的紀錄是 每一集艾丸婷婷播出之後 差不多最快是在24小時之內 就有被影射或是講到的單位 一個是非常禮貌的 一個是聽起來很禮貌 內心充滿著非常不開心的一些人 打來問候我 然後跟我交流 但是太郎還是秉植著 聲勢般的精神 所以你看我今天很尊重大家 我今天穿這個樣子 講一講跟政府有關的主題 穿著衣冠儲 對不對 否則如果你穿著衣冠儲 但是不做衣冠儲的事 那就是衣冠插瘦 或者你再放 就這樣子 好開心喔 我能夠講那話實在太開心了 所以我們下一段 再跟大家講講一些真實案例 我們接下來給大家送上這首歌 也是Daytona USA的一首音樂 叫做龍捲風 我們來聽聽看這首非常非常熱血的音樂 謝謝你 我們一起播送Path 謝謝請看 我們在看見 我可以看見 我們很熱血的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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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血的赛车音乐伴随着热血的接下来这个话题 刚前面聊到这段内容之后呢 我觉得接下来要聊聊实际的例子 那也是现在看到呢是政府呢对于这个游戏产业的支持度上面 我觉得实在是应该更多一点关爱的眼神 怎么说呢 你看 太郎当年在做线上游戏的时候那时候呢有所谓的新的分级标章 那这个分级标章推出完之后呢我觉得它的利益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游戏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这种类型呢可能不适合小朋友玩 那这种类型呢可能太暴力 或这种类型呢它需要更多的家长的陪伴它才能够玩 我觉得这个机制本身是非常好的 就跟电影分级制度是一样的 那为了要让游戏厂商有所规范 所以这个分级制度的标章 在这个政府委托了相关的民间社团团体呢规划出来之后 然后经过大家的认可就最后终于实施了 然后实施之后呢因应过来呢有很多很多衍生的一些事情 让太郎就觉得呢非常的有趣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正规的游戏要在台湾到发行的过程 面对消费者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首先是呢你要拿到游戏的代理权 不管是你自己开发的或者是你从国外代理过来的 你有这个代理权之后呢 你把该做的事情本地化啊翻译啊 游戏程式的调整啊伺服器的四配啊 还有什么B0机制啊通通都搞定了之后 行销政策也定完 在要面对游戏之前呢 根据这个现在新型的这个分级标章的管理办法 你要先过那个资安检查 这个什么叫资安检查呢 美其名呢叫做资讯安全防护怕个资遗漏 但是在实物的骨子里面呢 它很简单就是 所有游戏公司所发行的游戏 要取得分级标章之前 虽然分级标章跟资讯安全没什么关系 但是它把它改成间接联动之后呢就有关系 你要拿到分级标章申请成功之前 你必须要在申请的流程当中呢 附上你本身呢有这个所谓的资检通过的证明 你没有这个A就不可以申请这个B 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呢 你要从这个国外回到台湾来 你要先附上呢 你的这个核酸检测的证明表示呢 你这过去这个可能72小时之内 这个身体症状检查出来一切是正常的 你没有这个A就不会有后面这个B 那就没有什么防疫旅馆问题 你根本都进不来 所以呢在当时这种联动关系之下 大家呢就很纳闷 什么叫咨询安全检查 仔细看看这里面条文呢就厉害啦 我个人还是觉得哦 里面有丰富的浓浓的政治味 为什么 它咨询安全检查呢 仅只针对中国 也就是说你从中国带你来游戏 我不管你是带你中国的 或是带你哪一国的 你在游戏伺服器的这个整个的运作的过程当中呢 你不可以把资料有对中国当地的IP 有传输的动作 所以他可能会怕怎么样 比如说你原厂根本没有代理商在台湾 你只是一个幌子 原厂直接跨境呢 把伺服器设在中国当地 你直接从远端进来做广告投放之后呢 当玩家哇好好玩哦 开始付钱了哦 其实这个资讯本身保留 可能都是留在中国当地的伺服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目前这个资安检查当中呢 比较重要 我甚至自己解读啦 可能是唯一的一点 所以你只要符合这个原则 不会去侵犯 基本上呢 你的资讯安全才有可能容易过关 那当然资讯安全的检查过程当中呢 这个政府当年也有些争议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就是当年这个游戏产业里面 有很多的疑虑 就是在资讯安全检查当中呢 政府有委托了一些民间的机构 来做资讯安全的检查跟审理 那里面像是有中华电信啊 像是有会计事务所啊 很多这种单位 姑且不论他们的专业度为何 那这个单位跑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很多游戏公司 就会打上一个问号啊 这些单位呢 从他们的公司性质上面 跟游戏产业 有的跟资讯行业 根本关联性不大 那本身在专业不了解的状况之下 他们如何来做资讯安全的把关 来证明你这个游戏服务 本身没有触犯到相关的问题 这是当时整个产业 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即便他们有能力 那也要问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肥水 对不对 我不能讲肥水不弱外人田 我只能说这么大的一个好康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费用 其实在当初一开始实行的时候 是非常贵的 比如说你今天要送审 有这些机制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这些项目弄一弄 就一二十万就不见了 只有审查一次哦 按照它的高标准呢 是你游戏发行之前呢 这个整个过程 审理完 拿到资安证明 你才可以去在分级标章的时候呢 去完成分级标章的申请 那当然等到你游戏 下次要再改版的时候呢 你不就是变动的程式了吗 按照现行的机制 你还要再提一次 资讯安全检查 你改版的程式要更动 资讯安全要再一次 你才能够再通过 但实质上呢 我知道现在在 台湾目前的实务的执行上面 我还是想那个问题啦 很多负责资讯安全 执检的单位 他们通常也在 第一次检查完之后呢 他们也就好像没什么后续了 因为他们也不会知道 什么游戏公司要改版 然后游戏公司呢 在资讯安全检查完之后 他也认为反正我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只是内容更正 其实基本上也不会有那些问题 所以大家就形成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祥和默契 你不送我不捡 你不追我不查 但是第一次的保护费是你肯定要交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保底营收 就是只要能够当上这五家执检单位 在一定程度的状况之下呢 去判断你的伺服器 有没有连接到中国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听到那个钱币掉下来声音 这个资检公司的钱就入袋了 这个我长大也要开资检单位 所以看起来这个钱还蛮好赚的 就是资讯检查 只要没有连到中国 一些相关事情搞定 这个资讯安全检查就完成了 那当然啦 这个呢 其实我刚刚就来讲 因为有时候那个界定 后来在大家协调之下 那个界定很难讲 到底是整个大版本的更动 要去做一次资讯安全检查 还是说呢 这个检查是要在小的更新 或改正状况下不用检查 这个因为真的没有个标准 所以我才说 目前政府可能定了一些机制 想要管理这个产业 但这个机制在实务执行上 它都没有考虑到 这个产业上面的一些特殊性 包含刚刚讲的 这些技术性上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说流于形式啦 因为流于形式就不会有人去付钱了 它还是一个完整执行的 一个商业过程 只是我觉得这个制度 其实是要检讨 那相对来说呢 好不容易经过这个过程 你拿到了这个游戏可以发行的许可 因为分级标章也过了 资讯安全检查也都通过了 那太良就遇到一个倒霉事 我们那时候推出了一款游戏 这个游戏呢 因为在网页上面的标示 该标都标了 但就在母页的子页的子页里面当中呢 有一页 比如说那一页叫做商品专区 那他说因为你整个网页内容呢 如果是属于游戏内容的介绍 那你在首页放置就可以了 后来有个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呢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分区 比如说有攻略专区 有玩家讨论板 有什么地方 其中一页呢 可能是商品介绍 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在卖 实体的这个商品包 放在便利商店 在商品介绍专区当中呢 他有一点比较类似像是 广告页排版的形式来呈现 因为你知道吗 既然要吸引玩家买你的东西 你在做广告版面概念的诉求 他跟做攻略专区是不一样的 这种广告版面的诉求呢 他当然势必要做的比较花俏 像是广告性的语言跟用法 那在这种框架之下呢 他们会认为说 在这种页面上面 明明已经属于是 母页下面的子页的子页了 这个地方还要单独 独立再摆一个分级标章 我个人认为 这真的是两个不同角度的解读 你觉得它是也可以 不是也可以 但是呢 遇到的问题就是 后来呢 我就莫名其妙呢 太郎服务的公司 收到了台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罚单 按照法规的精神呢 这样没有标的确是该罚 但是因为罚的当时我记得也没错 也罚的很重 绝对是几十万跑不掉 那罚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也有请一些相关单位去询问说 像这种事情跟情况 我不是恶意的行为 而且呢 该摆的地方我都有摆 而且这个东西太难界定了 你要硬解释说 这个东西你是没有标示清楚 我觉得那是个有讨论的空间啊 或许它是不是一个行政处分 或者是一个行政的提醒 然后呢 让我赶快去做补证之后 才能够呢 把这个事情过去 我当时想的是这个概念 结果没有想到呢 我这样的申诉无效 后来呢 还是决定要裁罚 那当时呢 也请求了像电脑公会 一些相关单位的协助 去再跟政府沟通 可是他们还是想想说 因为这个东西呢 按照法云的基础 是一经发现就可以进行裁罚 好像是没有想可以连续裁罚 不然我会被罚到疯掉 结果呢 我后来还是乖乖的想说 既然法规这样定 我就当吃了闷亏 我就这样认了 我也希望这个时候 不要有玩家说 你这个讲话有点偏薄 你有没有违规先讲 好 我说有 但是呢 我认为这样的违规跟情况 在情节上面 是不是构成 完全不经过同意跟情况 就直接裁罚这个标准 我觉得这里面有待商榷 为什么这个事情 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呢 因为我觉得 一致性的标准 它可能 逻辑上你可能觉得 这样好像不太对 但是如果呢 这是还没有 有法源依据去做修改之前 行之有年 就这样规范的话 你即便决定不对 但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法律 可以解读这个事情 你也只能就这样认了 那后来我知道 一个很好玩的情况 后来我听说呢 在这个制度实行的之后 到今天为止 好像只有我一家被罚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高标准 跟情况 不瞒大家说 其实呢 我那时候被罚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 好朋友的同业 跟他们分享这个事情 那他们就看了一看之后 看看自己的官网 然后又跟我分享说 如果按照 刚刚我讲的标准 会被罚 那他觉得他们的官网 也应该要被罚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看 你看我这官网这个地方 也介绍商品页 我也没有标示 可能就没有看 所以呢 后来那个情况之下呢 我才去仔细的了解了一下 原来我是被检举的 那我被检举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有人检举 有没有违规都有 所以整个流程没问题 那我也不知道是 到底得罪了谁 我就被人家检举了 那所以我必须要 透过这个镜头 跟镜头前面检举 我的朋友们说 如果你是觉得 你非常有正义感 你也爆棚 我已经用血汗 跟金钱换得的经验 我希望呢 你秉持着这股正义感 继续爆棚下去 而不是针对的特定人士 如果 我讲如果 如果呢 是某个公司 是同业敬业 用这样的手段跟情况 不瞒大家说 整个产业 有时候还是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事 我看到之后呢 就跟看到以前 那个官场现行 及这本书一样 哇 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奇怪 如果是因为 商业上面的竞争 或是各方面的 我不能理解的原因 就因为这样去检举 游戏公司 去做这个事 实在是对我来说 刷新了我的三观 台湾产业已经很惨了 我们不叫产业 是很惨的 是产业 大家呢 不在同一个这个 产业的平台上面 一起吸手 往前努力 去做出更好的成绩 而是属于呢 内耗内斗 大家互相 你K我 那我真的觉得 这个内心的世界上 是非常非常的受伤的 所以我宁可相信 当时呢 可能只是有某个正义的玩家 看了这个标示不清楚 所以呢 就去检举 那检举完之后 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为什么是那么高的标准 然后就直接就裁罚 连警告都不警告 就直接裁罚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真心觉得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不是什么 秒不起的大问题 应该是跟你沟通完之后 立刻现实改善 改掉就算了 因为该做的地方都有做 它只是职业的职业 在那么多的职业里面 是不是每一页都要放 我讲 我现在就可以叫玩家 听完节目去看看 每个游戏公司的官网 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符合 那种分级标章标准 在很多 我刚刚讲的概念界定 他通通都有放分级标章 我现在虽然没有去查 我个人认为 一定是不可能做到那么完美 那当然 时过境迁 到现在为止 从被裁罚 应该是2014年的事情 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六年的 我相信 这个相关的制度跟情况 也会有一些人性化的转换 所以到今天为止 会不会还发生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 当年在这个事情当中 又符合我这集节目当中 所讲的原则 我只是自己界定 我觉得好像从 自己一个企业 在创立的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什么 太多的资源跟鼓励 我得到就是 这种很官样的 然后在制度 各方面 没有特别的一些规范 让你觉得 好像有被照顾到的 就像是这种情况 而不像 太阳在节目中 所讲过到的 你看比如像韩国 或有些地方 对于游戏的 从产业本身企业 到个人像选手 这方面都有那么多的 资源政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说 政府的资源力道够不够 你要问我 我真心觉得 我觉得还不够 那在好比讲要一次 太阳实际参与的场合 有一次 太阳跟 韩国的一些游戏的 办官方单位 还有台湾的一些 办官方单位 一起聚会吃饭 在那次的场合当中 我特别记得很深刻就是 台湾有某个 应该算官员吧 站起来讲说 我们台湾政府 对游戏产业的支持 不遗余力 我现在讲的这个事情 应该都已经是超过 十年以上的事情了 所以你们猜不到 你们也猜不到是谁 所以超过十年以上 我才敢讲 因为最近讲话 都要注意到一下 讲话的尺度 跟人身安全 已经有很多很多 太阳的好朋友 关心我说 你不敢这样说 还有很多很多 跟他比较 交情就不好了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还有更直接的 打电话给太阳 直接打给我 跟我说 这样是不对的 那我还是那句话 我讲我想讲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不对 我们就好好的来 指教 沟通一下 好不好 我们可以这样来沟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讲了说 台湾政府对 扶植产业不遗余力 一年呢 大家有上亿的经费 针对像这种大型的活动地方 进行补助 然后呢 让他们来得到一些 相对应的机会 可是后来呢 这个韩国的官员 被他请教的时候 当然那韩国官员也很厉害 因为近几年这些 官员我讲过 他们都很会中文 因为他要做华人的生意 他们就说 我们其实韩国的 相关的这种 IT智慧产产权权 这种振兴产业 分为国内和分国外 然后不管是国内跟国外 他都有分外一点 就比如说 他有些福祉的政策 比如说这个福祉的政策是 我帮助你去参加活动 或者是我帮助你做产业的 内容的开发各方面 他有的方法都完全不一样 他说我们光是分 我们像现在带很多 韩国游戏公司 到你们台北这个地方 来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个就是属于 对外的大外宣 所以很多这种 韩国的游戏公司 他透过韩国政府 这些相关方 半官方单位的支持 他可能来到台湾 他可能住宿 机票 这些几乎全部是政府补助 甚至还会补助给他一些经费 就当做是餐饮 食宿这些等等相关费用的补助 通常住也都有管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这些对于 比较没有经济能力的一些 类似于开发工作室 或小型的游戏公司来说 这就是一个他们 从梦想起点刚开始 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说我们光是这样的一个 带他们来台湾 然后参与经费是属于对外宣传的 这样一个补助的话 大概一年政府播出来的经费 可能就是台湾的五到十倍 光听起来 台湾的官员就直接头晕了 他晕了之后 慢慢的坐下去之后 就直接去吃他的饭 然后那一整个晚上 我印象中没做的话 他就再也没有讲话了 所以我说 那个外面人怎么讲 就是没有吃过猪肉 应该看过猪走路吧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用一些宣传的方式 来证明你的这个 你的强大 你们这个产业的政府的支持 有多么了不起 那我是建议啦 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而且呢 十年前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也有Google了吧 没有Google 也有雅虎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上网稍微搜寻一下下看 别的地方 他们是怎么样做政府支持跟辅助的 都会有些相关的政策跟数据可以查得到 那我们要在跟大家做大外宣之前 要证明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之前 你看了一些数字跟情况 就应该知道 见了面之后呢 到底是用更臭屁的方式去讲 你有多不了不起 还是默默的当大家当好朋友 互相取经互相学习 可能还稍微更直接一点点 所以这次太郎呢 在整个下来之后呢 对于政府对产业的 在产业上面游戏的支持 我是自己有很大的感想 至少就我而言 我是没有拿到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帮助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集 跟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分享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 你们要走游戏行业这条路 不要存在于太多美丽的幻想 因为这个产业很烧钱 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个产业 也不要想每个都想当老板 如果有一个安定安全还不错的大公司 你能够进得去 在你的喜欢的游戏范围之内 还能够做出你想要做的事 我还是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 你就好好去做就可以了 那针对刚刚上面讲那些纷纷扰好的事情 你们今天听完了之后呢 也会想 可能在你们的人生阅历当中 可能跟你们的接触范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这就是残酷的一面 所以你们所有可能就是在员工层级的游戏从业朋友们 我还是要帮很多游戏公司的老板讲一句话 每个游戏公司的老板呢 可能在管理制度上或是个人的特质风格上 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但是呢天下真的没有一个老板 是非常好干的 他们每天张开眼就要面对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还有对上对政府解决的 对下要雇员工心情的 然后横向呢还要考虑到公司横向发展或政策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在这么辛苦的产业状况之下 政府的官员们 你们现在听到这样的讯息 民间的声音 是不是应该更用务实给力的角度 来给个三五百万花花 不是来给个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有爱我这个有梦最美 有钱相随 真的有钱不是万能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所以呢以钱为核心 在开发各方面我觉得来说 是不是可以先仿效下 像韩国这些国家的经验 能够这样有能力开发的人 或是有愿意想要做一些 对这种数位内容产业有期待的人 可以用很容易很简单的方式 得到他们能够开始起步的机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有些政府的相关的政策 就像我像例如像兵役 像这些呢比较特别的东西 能够在相对的状况之下 也能够给他们一些期待 说我只要这样做 我就可以不用当兵 我只要这样做 政府就可以帮我减税 那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这是很容易呢 让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 那是政府上面的支持的力道 所以今天一口气吐了那么多 不知道有没有得罪谁 但是我还是要讲 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讲 因为这是我们接下来游戏产业 能不能够往下进行更多变化 这个新的机会 也希望我们寄望于 我们现在新的年轻朋友们 你们下一代 如果你们有任何机会 将来长大变政府官员 跟数位内容有关 跟IT有关 一定要好好的大力扶植这个事情 就像太郎呢 最近跟小编们常常聊天 很多小编们的爸爸妈妈 当年也是玩游戏一路过来 跟太郎这个年纪 所以呢 他们现在在家里面呢 都接受全家一起玩游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概念 希望这些美好的事情 还有这种创意跟天马行空的事情 是我们游戏人的本质 请政府多多支持 给我们更多的力道 让我们把我们的梦想 能够成为真实的那一面 好的 今天在节目呢 还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节目委身上 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还是Daytona USA 好听的一首音乐 这音乐呢 叫做高空 Sky High 也希望呢 就像这首高空的一样 大家有着游戏的梦想 飞向远方 望着高空 人生真美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re going this way Let's see the speed of the wind We are going I want to fly sky high Let's go together We are going this way I wanna fly sky high Let's go together To be built in sunlight To fly like a bird I wanna fly sky high Let's go together I will fall in front of the wind We can't stop the wind forever Seagulls flying I'm galloping horses I'm crying high Feeling red Blue blue skies Blue blue skies I see Blue blue skies Blue blue skies I see Blue blue skies Blue blue skies I see Ai bola Blue blue skies Blue sky No Blue sky neg Blue blue skies 彈珠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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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謝謝大家的收聽 那希望在每個禮拜 我們提供給你好聽的 ACG音樂跟內容 讓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如果你支持我們 請到ACG高安卡的粉絲團 按讚分享 讓我們射程搶先看 另外也歡迎到YouTube頻道 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搜尋最新的訊息 當然還有我們音頻的頻道 Podcast在很多的頻道上面 都有我們的節目 可以聽得到聲音 當然如果想留言的話 歡迎到Apple的平台上 留下你的留言 我們會盡心來為你服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囉